花椰菜 葡萄 苹果 这些菜市场超市常见的营养蔬果 别以为进口的就是高档货 苹果部分我们总共检测了八件 里面只有一件没有农药 另外七件分别有一到四种农药 葡萄部分分别含有一到六种的农药 但是都没有超标 美国非营利环保机构公布 47种蔬果农药调查 12种最脏排名 除了草莓 菠菜 还有苹果 葡萄 樱桃等等 小继位抽检三项台湾最常见的进口蔬果 其中翠玉苹果检验出禁用农药陶丝松 陶丝松其实是一种杀虫剂 它是一种使用在防治蟑螂 跳蚤 白蚁 如果人类吸入到还能有陶丝松的空气 可能造成一些神经上的影响 陶丝松是一种杀虫剂 常被使用来防治蟑螂 跳蚤 白蚁 陶丝松对水生植物 蜜蜂及鸟类都是剧毒 吸入过多会造成人体神经系统影响 头痛视力模糊等 严重的话甚至导致死亡 目前毒苹果还在市面上流窜 外观难以辨认 小继位提醒蔬果一定要注重情节 发现还有 当然应该请我们主管机关 立刻通知他下架不要再出售 就怕民众吃多了 小继位建议民众水果洗干净再吃 或者是将皮削掉 避免摄取到农药的机会 才能够吃得安心又健康 进行草载兰徐卫成采访报道